科学家称,13000年前的彗星爆炸造成物种灭绝 作者宜清 2009年1月2号,八位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 阐述大约13000年前,一颗彗星在北美上空爆炸,造成众多哺乳动物物种灭绝和当时人类数量急剧下降 这场灾难同时引发了长达1300年的全球性寒冷期 报告称,罕见的众多彗星碎片,在大约12900年前突然降临北美 造成火灾和窒息,导致很多种植物和动物的灭绝 其中包括蒙马像,那时在北美大陆生活的科洛维斯人数量骤减 同时爆炸产生的巨大热量,融化了当时位于北美五大湖的冰川 大量淡水流入墨西哥湾并进入大西洋,造成海洋流移动和全球性的气候变冷 科学家称,他们在六个地方发现了纳米钻石,颗粒微小的钻石 这是巨大撞击中产生的高温和高压的结果 这些钻石只存在于大约12900年前新仙女木层,而在它上面和下面的地层却没有 人类的文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时,都是在道德下滑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发生的 通过考古或其他发现都在证明这一点 今天有这样的发现是否在警示目前的人类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